經過公園就會進來這裡 TonTon 填出來了 我們今天很厲害 很少拍 我們今天拍一些去吃東西的東西 因為有一個地方 裝修完之後重開了 就是這個海房到臨時熟悉小販 不是臨時熟悉市場 應該是叫 他說是臨時的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全部人都來過 但其實臨時了接近 我想都有幾十年 真的有幾十年 他由一開那一刻叫臨時 接著開到現在這一刻 都還是叫臨時 而呢 這早期就是關掉了 重新裝修過所有東西 現在都應該還是叫臨時的 但就不是全部鋪有開 其實幾難找的 如果你是正門的話 其實他後面是街市 你街市進去就很簡單 但正門進去就要這樣了 你看看 之後封了圍板這裡 繼續走過去就會找到 但其實是很難找的 現在就是重要的轉角位 我們來到 就是這裡 現在呢 叫做什麼名字呢 海防道臨時熟食小販市場 臨時熟食小販 但他們已經開了幾十年了 聽說呢 有幾樣東西是一定要吃的 而我小時候應該來吃過 其中之一樣 就是牛丸 有一間店的牛丸是非常之出名 出名到呢 是 他們可能有十間店才算 每一間都可以要求 在他店裡叫這個牛丸 因為真的太多人想吃過牛丸 所以如果你不讓他叫 只是要吃牛丸 才可以去牛丸那間店 可能其他店的生意 就會被他完全搶了 所以每一間店都可以叫牛丸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豬扒 但你看這樣我吃不完 所以為什麼今天來呢 因為同行有人 我們可以一起叫多點 就可以吃到多點不同的東西 裡面現在裝修完 是不錯的 不過都是保持沒有冷氣 以前這些風扇 是放在路邊 有很多層 這裡有很多間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說自己做豬扒是最好的 所以這間叫秘製豬扒 有訪問就訪問過 這個最出名 還是怎樣其他人抄它 這個就是蔥油豬扒 蔥油雞扒 這邊也有味道之王自創豬扒 又有味道之王自創豬扒 又有 牛丸這一邊就有另外幾間 就是 粉麵 就是這個 北法牛丸 還有兩間在那邊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很乾淨 綺麗了 好像每一個檔口都有自己的桌子 然後拌勻 好像距離很遠 而且好像不太合理 因為我剛才問了 可不可以到處叫 然後她說 你在這裡我叫一個 然後就可以叫其他 你可以在其他店舖叫過來 但是呢 然後我在其他店舖叫 她問我坐在哪裡 然後我坐在第一間 最近門口這一間的時候 然後就說 你愛買吧 好像沒有以前那個 流動性那麼強 沒有那麼隨意 因為那些東西已經排到很漂亮 很乾淨 站來之後 少了那種 彈性 我覺得有一點 所以我叫了外賣 一個豬扒 一個牛丸 還有這個 蔥油雞扒撈麵 為什麼呢 因為她剛才我一走進去就 早兩天啦 謝亭哥才來過的 喊了兩個 還喊了兩個外賣 拿走 這樣 我們就喊來看看 好 我們來了 立刻來試一下 蔥油豬扒 它的蔥油有薑的 其實我不太喜歡 但是麵是超多 如果一拌麵呢 這樣的樣子 是絕對不止一個麵的 我覺得 很香 印象中 我不知道以前 這間店的位置 沒有這麼正宗 還是什麼 它好像是在中心點 以前是這樣圍著的 桌子都在中間 旁邊 通道這裡 都會有一排桌子 所以這間 好像我印象之中 我是未吃過的 蔥油雞扒 就是顧名思義 一塊雞扒 我們試一試麵 攤動了 一定要加這句 否則有人會說 你試一次都是這樣 冷了 還是怎樣 愛吃很好吃的 麵很普通 但是醬油 不會太鹹 剛剛好 蔥油 沒有太鹹的味道 可以吃 48元 到這樣加2元 即是50元 這裡這個環境 值不值得吃 就真的 很難說 但我覺得是比普通 很普通街邊的茶餐廳 這個是比較香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精緻 一點 份量又大一點 麵 如果你是喜歡蔥油類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一試的 然後到豬扒 他說不知怎樣只吃40元 不知道兩件還是兩塊 然後現在打開 就是類似 一件切開四顆 樣子 樣子就真是極普通 他看過之前的報道 都是直接丟進去 又不炸 他說他醃的時候 有什麼秘方 全都當得他一個人知道 我們馬上來試 看上去就很乾很硬 沒有特別的 就是完全是 超級普通的一塊豬扒 吃起來真的跟他的樣子 差不多 都是很硬很乾的一塊豬扒 醃那裡有點甜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可能配蛋飯會好吃 但確實是多一點甜味 就是醃下去 它不是糖的甜味 是有一點點 你感覺到混合了很多東西的甜味 就是很多香料地 有一點點甜 但是肉質 那些東西 因為他沒有用那些 梳打粉 它不是那種 所以是很硬的 就是看得出 好多的材料 不是一些特別的材料 然後炸 也沒有特別的材料 然後也是這樣 很硬的 好 接著到 童年回憶 得法牛丸 它這裡的牛丸 是自己做的 如果早 小過 二、三十年前 我這個東西 真的是廢話來的 你看 它的尺寸 是很小 一顆的 這個牛丸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香料上 在其他店鋪是不同的 然後你說現在牛丸 你要做 你一定做到 現在有這麼多化學 然後又可以加很多粉 那些東西 但是它是做那個香料味 而它的香料味 是其他店鋪不會做的 有一點點類似 陳皮魚蛋的風格 但是薄很多 炭很多 就是不會那麼長 吃到全部都是陳皮味 還是怎樣的 你在其他店裡找不到 找不到那種味 這樣呢 不便宜不貴 正牛丸 7顆 就是85元 那你就算5元一顆 你喜歡可以試一下 咦 不是喔 8顆 這樣也5顆 其實 以一碗正牛丸 它也有很多 我還想想中 多一點 如果你不想吃麵 或者想吃其他東西 叫一碗正牛丸 其實就沒有錯 來到這裡 那豬扒呢 就真是現仁現智 或者你可以直接 叫豬扒飯 然後再吃牛丸 給評價 誰最好吃呢 不會被人罵 因為你沒有出的 我講呢 最好吃呢 就會說 神經病 旁邊那家才好吃 誰說了這麼久 誰好吃 謝謝 不知道是不是錯過呢 它很淡 它的調味 沒有以前吃那麼濃 味 而且是很明顯 涼爽的 可能是現在刀店 沒有說錯話 沒有理我 我收一下 那也是一片靜譜來 來這裡吃的 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是靠鏈 這裡是裝修的 那個評價 就是可以 少一些 考量 是理解一下 就是這樣了 那今集呢 我們來這裡的 影片的方向 就是第四個家會 就是再用這四個三個 一整個三個三個 一整個三個三個三個 就是這樣 我們再見 拜拜 看你吃雞腦